我覺得這種選舉手法 套機程式中的話 像大可不必太粗暴了 我說句實話 為什麼民眾黨支持 突然衝到餓死 因為這些堵爛民進黨的人 他又不好意思說我要支持國民黨 那他就說我支持民眾黨 民眾是一種堵爛的感覺 就是他覺得 國民黨做不好就算 民進黨變成做錯人不能罵 因為我們是自由民主國家 我不喜歡一罵著 哪個政黨就被出爭 所以現在民進黨最大的問題 是他的仇恨值在升高 跟陳時中一樣 仇恨值越升越高 9號因選舉在即 各黨候選人炮火猛烈 今天民眾黨新竹市長參選人高鴻安 也因論文正義 被綠營集體猛攻 據有網友評論 持相難看 連醫師舒一峰都發文表示 和意見內鬥有87分像 而他也特別接受 忠實新聞網站的採訪 分享自身對於選情的看法 今天不是因為我們要出來選舉 就要把他挖到他家祖墳 都要祖宗時代的袋都挖出來 我們檢視這個人的品德 或者他的資歷 或者他的人力 夠不夠符合這個候選人 如果足夠 那大概就打到這邊 他當然有一些重大醜聞 外遇或當小三 這些也都可以打 但是如果打到一些很無聊的 什麼學歷已經沒事了 接下來就開始打 所以有態度不好 然後接下來會再打一些別人 我是覺得這樣大可不必 就靠近陳時中的話 這樣大可不必 太粗暴了 我說句實話 這樣子即使 因為這樣子打 我們這些中間選民 或者是這些年輕世代 大概中年世代 年輕世代 我們看著會有點不舒服 他繼續打下去 我看起來年輕選票 會一直掉一直掉 因為大家看得很不爽 會覺得 現在工作是要看能力 是看你的學問 看你的資歷 而不是一些挖東挖西的 然後甚至人家出來辯迫 又說你態度不好 不然你要怎樣 不要辯是不是 那怎麼可能 變完然後再挑一句說 你這句態度不好 那你當初就不要打 那打的人 拖髒水的人 都沒有人怪他 那現在反而怪出來辯迫的人 這我覺得這道理已經歪掉了 已經是一個沒有道理的行為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年輕人 的確開始翻轉他的想法 不然以前年輕人 其實頻率是大多數 佔八九成 現在大概一半一半 現在一半一半的人 是對這個環境的選舉 風氣感到灰心 說句實話 所以他還不改的話 我相信會有更多年輕人 會掉會流失 那這些流失的年輕人 其實你看很有趣 現在的年輕人 支持國民黨是很 有點丟臉的事 所以他們會說不出口 所以你看 為什麼民眾黨支持突然衝到20 這很有道理 因為這些堵爛民進黨的人 他又不好意思說 我要支持國民黨 那他就說我支持民眾黨 至少支持的一個黨派形象 還覺得比較好 那現在看起來的確是 民進黨明顯下降 然後民眾黨又衝高 那其實這個 我覺得這現象也蠻有趣的 那這些人 會不會在最後選舉前歸位 有可能 但是要看民進黨 最近有沒有把這個選風矯正 如果每天放coco姐一直講這些 我覺得 這個年輕人看了都覺得很堵爛 就覺得你在搞什麼 就覺得沒有社會公益 那這個票就投不下去了 然後就會想要投對面政黨 就是這樣 民眾是一種堵爛的感覺 就是他覺得 國民黨做不好就算了 可是民進黨你做不好不能罵 你一罵你就搞這一招 國民黨以前我們罵他罵很爽 然後現在民進黨變成做錯了不能罵 那民眾不喜歡這種沒有自由的感覺 因為我們是自由民主國家 我不喜歡一罵整個政黨就被出征 然後你越出征他就越不爽 所以現在民進黨最大的問題 是他的仇恨值在升高 跟陳時中一樣 仇恨值越升越高 所以有很多是堵爛不爽 那這種堵爛不爽 可能就會造成你連底 會去投票的原動力 說句實話這是一種原動力啊 我常常投票的原因是說 我討厭誰 我一定不要當選 所以我要去投票 那我不是說我熱情支持誰 所以我一定要去投票 說句實話啦 我覺得熱情支持者蠻少的 大部分是堵爛票最多 所以民進黨現在正在 累積他的仇恨值 他們要想一想 這個路線可能有很大的錯誤 自己要改講